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血 溃疡 发炎 沾炎 骨刺 骨头坏死 关节变形 脊椎侧弯 椎间盘突出 各种结石等 仪器检测出来的异常指数 如异常的血压 血糖 血脂 尿酸 癌指数 肝指数 胆固醇等 由于有疾病症状才有医学 因此人之健康与否是以症状之有无为准 而所有身体的异常既不是症的不适感及体力虚弱与壮的体表组织受损 也不能反映热能不足及体伤的真实状况 跟判断健康与否的诊断及从因解除症状的治疗无关 故不必在细究其中 仪器检测体内的异常形态 有无壮的组织受损 这一句是最最难懂的 最最难懂 因为我们现在这些列出来 仪器检测出来的异常形态 西医都全部界定为什么 病 或是病的因 有没有 异常指数也是一样 那我是这里已经明确的讲 这些检测跟诊断无关 跟从因解症治疗也怎么样 无关 我的理由很简单 因为古代没有仪器的时候 病人知不知道他病了 不知道吗 知道 你们 这个是一个很重大问题 好 我替你们解答 如果有人说不知道 我就问 那病人连自己生病 古代的人都不知道 那以后怎么会有医生 绝对没有医生 因为怎么样 病人都不知道他有没有病 医生怎么知道你有病 怎么帮你治疗 因为医学是因为你们有病了 才发展成医学 才有这个行业的医师 如果没有病人你们自己都不知道 怎么会有医生 不可能的 所以古代的人一定知道 只是你们自己不知道而已 所以你们自己不知道 说古人也不知道 如此而已 我问你们如果没有仪器检测 你们知不知道 你们自己病了 知道的举手我看一下 好 不知道的举手我看一下 不举手的是什么 就是不知道嘛 简单讲就是不知道 知道了就举手了 所以没有举手通通不知道 那你们生病都不知道 你们比古人活得更那个呢 没有智慧了呢 不是我在念你啊 古人一定知道 为什么我这样说 因为疾病我刚刚已经讲 不外就是症的不适感 症的功能混乱 还有症的体力虚弱 要不然就是症的体表组织受阻 没有其他的 我都已经把它归类出来 那只要有症或症 你自己会不会知道 你头痛难道你不知道病了吗 就这么简单 你怎么会复杂到 一定要仪器检测说 你有什么异常才算病 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古代一定知道 所以才会有中医 那中医就是解决你们疾病的症跟症 从古至今都是在解决这个问题啊 怎么会到了现在反而不知道呢 好 那既然是这样 仪器有没有办法检查出 你的健康情形 它能不能就是知道 你有没有症状 你自己都已经知道还要仪器吗 这个很荒谬的 而且仪器老实讲 检查出来的异常形态 我刚刚已经讲 这些异常跟症有没有关 完全无关啊 那它根本跟症状是无关的检查 了解吗 所以它不能判断健康以往 所以为什么有人全身都是病 有症的不适感 然后他去检查 竟然所有的指标都正常 有没有 有没有检查出异常形态或异常指数 这显然已经证明了一点 这些异常跟你的症与状是无关的 所以常常相反 或你没有疾病却检查出一颗肿油来 很大的肿油 说已经癌末了 有没有 然后他本来是没有病 没有症也没有状 从此之后他就开始生病了 因为医师说他已经快死了 他总是要表现给医师看一下 然后最后吓死给他看 有没有可能 有啊 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 事实上他检查出来跟症状是无关 那症状我们本身就能判断 所以仪器他不能作为诊断健康与否的标准 那还有他能不能反映我们的体伤位置 也不行啊 体伤位置是开关啊 要有痛点啊 他怎么会知道痛点 这些检查跟痛点是无关的 所以他不能检查出体伤的位置 对吧 这是可以确定 那能不能检查出你热能足不足 也不行啊 因为足不足 那表现在外就是体力的强弱 你这些检查跟体力的强弱是无关的 有癌肿瘤 但是他体力却很好 这个就是很明显的例子啊 那完全是无关的 那这样对我们要重因解症 也就是治疗体伤跟热能不足 来解决他的症状 根本也无关 那一个医学的检查跟判断健康与否无关 那他就不是诊断哦 跟治疗无关 那跟诊断也无关 跟重因解症的治疗也无关 既不能作为诊断的标准 也不能作为治疗的依据 这个检查叫啥 我问你们 医学它有分医疗与保健 医疗必须包括两个要素 一个叫诊断 一个叫治疗才能称为医疗 那现在这一个检查 照理他们把它当作诊断 既不是诊断 跟治疗也不能作为依据 也跟治疗无关 也跟诊断无关 所以这个跟医疗怎么样 完全无关 所以你们所有的健康检查 原来跟医疗是无关的 一句话 你们是很失望是吗 突然间愣住啊 是不是你们做了很多不该做的检查了 现在开始在懊悔了 是吧 我不知道你们的情绪 但我已经把理都说清楚 尤其难解的是最后一句 顾不必在细旧其中仪器检测体内的异常形态 油状的阻止受阻 因为西医常常会检查出来 哎呀 比如说你脑中风 为什么会脑中风 有脑溢血 有没有 既然溢血一定有破皮的嘛 组织受损了嘛 但是我却说不必再细旧 你不要再考虑西医这些了 因为它跟重阴解症治疗是无关的 你们这一句话 我知道很多人我怎么讲解 都没有用的 你们一定会不断的追问我 所以这个问题必须要用案例来解释 脑出血案例 患者叶先生63岁于2011年3月30号 在其自行车送货物途中摊倒在路边 经路人报警送至附近医院急诊抢救 入院诊断 一 脑出血 二 原发性高血压 三 电解质杂乱 住院期间其家属向我咨询治疗意见 我建议采用原始点为上册 家属采纳我的意见 于4月20号入院三周果断出院 当时家属为他购置了瘫痪用床和手推轮椅 出院次日4月21号清晨 我带上光盘去患者家中 进行头部原始点按推 并煮内服姜汤 外用外热源 除为停用降压药外 其他一切治疗手段停用 也教会家属手法操作 白色处代表出血 处理效果十分明显 一周后患者可下床走动 一个月后生活基本可自理 当初准备的床和轮椅均未使用 4个月后8月15号 颅导CT复查 血块已完全吸收 脑结构基本恢复正常 于2014年6月5号 再度登门造访 患者一切正常 并可操作配索 出血处已恢复 前后历经4个多月 这西医本来要开刀的 如果开刀它不可能没有后遗症 这个最后好是完全没有后遗症 那最后也比对出来 那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 脑出血会不会造成瘫痪 会的举手我看一下 看脑出血的部位 这个看部位也是错的 不会就是不会 就像这里衰老 跑到这里也是衰老一样 那是西医帮你们教导成 看部位看什么 其实都不对 我跟你讲我们处理各类的 西医说要开刀 结果很多都完全好的 也好多案例 所以我们知道不是 简单讲会就是会 不是看部位 会就会不会就不会 了解我的意思吗 那这一个如果说 他已经贪了 西医也决定要开刀了 那中老把它做到好 他揉一个礼拜喔 他就可以下床 我问你们 那时候脑血块还在不在 在啊 那就是表示这个状的组织受损 跟他的症是怎么样 症不管是无力也是症的体力虚弱 也就是状跟症有没有关 没有关啊 或是他麻也没有关啊 无力麻什么都无关啊 了解吗 那是症的不适感才会麻嘛 疼痛痠麻痒嘛 对不对 跟无力症的体力虚弱也无关啊 状跟症是无关的 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不是状伸出一个症来 所以既然无关 我们根本不用管他 古代也没有仪器 很多中风很多古代也是可以治好啊 不是说只有西 西现在反而治不好 你们现在被污染的很深啊 什么还会替他们解释 部位的不一样 那就是被洗脑的够干净了 事实上我做其实都一样 不会就是不会 会就是会 没有所谓的部位不一样 这样的问题 那简单的讲 这一个 显然我们也不用参考 他到底有没有处理 如果他来 照我们这样做 他有半边瘫或是这样 我们也是头部处理对不对 然后也是温敷 他会不会修复 会啊 他检查出来我们也是这样处理 没有检查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处理 也是啊 如果这样一样的处理 那表示这一个不用检查 我们也可以处理好对吧 我这样讲你们听得懂吗 因为很显然的 根本不用参考 所以我说根本不用细旧 你就照我们的正根状去处理 他全部会恢复 因为他的里面 体内的状的组织素素 我早已经跟你们讲 因为人体本来就有 治愈力跟修复力 你只要热能够 在温敷的过程 他就在吸收 他外表修复 体内也正在修复 所以这个就已经很明显 他最后脑衣血块也修复好 他不只外表修复好 他体内也怎么样 修复好 所以是一致啊 那你怎么要参考他 根本不用细旧 完全跟治疗无关 跟判断也无关 因为从正根状 我已经知道他病了 还要怎么样来判断 这不就是多余的一套手续 我们再来看一个脑震荡 脑震荡案例 我要感谢张召汉医师 给我们机会学习 岩石通点疗法 在2011年5月13日 我和太太参加了 岩石通点疗法的五天课程 在第三天的清晨 我在屋外做健身运动 脑退走 结果一不小心 蹲时失去平衡 后脑着地跌倒下去 我迷迷糊糊 好像失去了肢结似的 醒来发现 鼻红流出一些血 我自己人觉得 还可以走回宿舍休息 过了一回合 头部感觉到又孕又痛 开始反胃突了起来 张医师把我按了之后 就感到好了一点 可是头还有痛和孕 张医师说按了之后还有痛 就肯定是头部组织受损 最怕是有了雨血 就必须24小时做温敷 喝人生姜汤 早晚按一次 如果三个月不好 六个月一定会好的 开舌头两天 不想吃也不想喝 眼睛也看不清楚 背部很痛 背部做了原始通点疗法 一个星期之后 背部不痛了 胃口也好了 经常的打嗝也没有了 第二个星期之后 头部不痛了 温敷就减少 人生姜汤还是每天喝 我一直都没有去看医生 可是我的心里好想知道 我的头部到底怎么样 太太要我等好了才去看 因为照CD scan的上色线很伤身体 两个半夜后 我去照了CD scan 医生很紧张 说我的头乳裂了 没有鱼血 但肿还没有完全消掉 要我明天回去看报告 医生并说 我的阴气真好 才没有鱼血 没发生大事 结果医生又说 没有什么好治疗的 三个月后 头晕也好了 医生可知道 三个月来 我的太太为我连续每天做 岩石通点疗法 已经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感谢张医师的无师教导 教导我们新的简易的保健方法 岩石通点疗法 其实当时候摔的时候 他还有流鼻血 然后头痛 头晕 眼睛看不清楚 吃不下饭 那时候情况严不严重 我跟你讲非常严重 我不是不知道 所以我揉了 痛没有减轻 我就确定 我说我没有神通 但我知道你里面一定出事了 我就明则跟他讲 但是我说叫他不要紧张 我说你照我的方法 一定可以消 有没有 我给他打包票的 最后也证实我的话是对的 最后去检查头可裂 而且肿还没有消 你看摔的有多严重 他怎么摔的你知道 倒退肿 然后刚好绊到一个石头 整个就后脑勺就着地 是这么严重 但我问你们 我虽然没有经过治疗 但我心里已经有个底了 知道他里面已经出事 如果没有处理 这个组织会不会继续坏死 会喔 有可能真的贪啊 都有可能喔 他已经很多症状已经出现了 但经过两三个月 他的所有症状差不多都好 这代表原始点需不需要去检查 不需要检查 因为他即便里面有组织受损 我也知道 即便我一按 我也知道 里面已经受损了 甚至有医血我也说出来 帮他该点的都点出来 医生说他运气很好 没有出血哪有可能没有医血 总还没有消 两三个月还没消 头壳都已经裂开 会没有血吗 当时候都已经流鼻血了 了解吧 如果当时候去医生那里 我敢肯定一定是开刀 没有其他 而且症状都已经出来 当时候蛮严重 如果现在来看 原始点要不要西医的检查 不需要 不需要 因为里面有组织受损 他本身就可以怎么样 自我修复 那你知道揉了没有效 就是本处体伤 本处就是要内外热源 你的按法也结合到里面 你也知道这个就可以修复了 你根本也不用管它 所以原始点是相信身体 本来就有致意力 我说这一点跟西医的理论 完全不一样 西医一定要用外力来揭露 不是原始点认为 只要你给他对的方法 他自己就可以修复 原始点这样一路做下来就确定 原来西医造的 跟重阴解症的治疗是无关的 那他的症状好 跟他的血块也是无关的 所以西医的这些检查 既然跟治疗无关 跟诊断也无关 那这个能不能算医疗 你们再仔细想想看 好 我们回过头来讲 那如果西医的理论是正确 真的医血可以从脑部开刀 那应该每个都要好啊 像我们这样就可以修复啊 但人这样吗 我们来看下一个案例 颅内出血嘛 对 是是是 所以 那开完刀现在情形 就是 没办法讲话 这一个摊了 这一个也摊了 没办法讲话对不对 没办法吃东西 了解 那没办法吃东西 都擦鼻胃管 用鼻胃管喂食 对 因为他有点东西 他就会呛大 了解 那当时候发生的情况是怎么样 他说他不舒服 他脚会麻 我们就想说 赶快把他松去急诊 脚麻的时候他还有意识吗 有有有有 他都一直没有风靡 他都一直有意识 有有 那他只有说脚麻 然后去检查出来 身体不舒服 然后我们送急诊 他就说 就照 就说脑内出血 就给我病危通知 了解 所以 是经过一个礼拜才手术 对 我才送到 去动手术 那时候要救命 那时候虽然已经医血了 很严重了 西医也这样讲 但是那时候他情况怎么样 会比现在差吗 应该是他那时候还会讲一两句话 还会讲话 还会吃稀饭 还会吃稀饭 对 手术以后就 就不行 就是连讲话也不行 然后 就没办法讲过一句话 还有吃东西也没办法吃 对喔 好 好 这个都是实际案例 他也检查出医血了 但是以我们来看 脚麻 跟他不舒服 不舒服我说也是症的不适感 这个可以按开关 就怎么样 人解决的喔 而这些症的不舒服 跟他的医血有没有关 无关的喔 跟他的症的半边走路 体力虚弱 也怎么样 无关的喔 好 那西医说是有关的 而且很紧急 认为这个会影响生命 一周后就开刀 那开刀的结果 他的症状是好转还是恶化 恶化 他本来还脚可以比较 虽然行动不方便 但是一开完刀 他现在坐在那里一直抖 也没办法动 对吧 人讲话现在也讲不出话来 以前人吃饭 现在还要擦鼻尾管 等于简单的讲 手术后 照西医的理论 他脑状疯就是脑出血引起的 结果开了脑出血 反而加重 所以我说如果是有效的治疗 那跟症理状有关 那开完刀应该这些症状就改善 不但没有改善反而加重 那代表什么 这些检查不就是我反症的吗 所以我们这样做反而好 他们割了从医血下手 反而不能好 所以我说患处不能安 何况动刀子 这个是已经我付出惨痛代价才学到 所以从这三个案例 我为什么说不要再细旧 体内有没有状的组织受伤 因为身体本来就可以自我修 而不是靠外力来介入 一定要相信身体 但西医刚好恰好相反 他是不相信身体能修 而是要动什么刀子来挖 那挖了反而伤到旁边的主持 反而症状更加严重 我们现在来看骨折的案例 手骨裂案例 它是摔转 不可能跌倒 所以它现在都有例 需要拿十多 如果照理他讲的 只是有一些例 但没有跑掉的话 那我认为 事实上根本不用操作 这个太重了 你会怎么用 哪里 哪里 这里在动作 那现在这里痛 因为这里引擎 总不会是 等于从这一点一直痛下来 那这一点是这里的 所以我按这里 它这个痛 那这里的痛 那这里的痛 我要按这里 这个叫肩腹炎 它伸下来的时候 这里是很重 那你看 你一直在复义 注意它的坏度 就像它伤到的 这些东西 来 我们再试试看 你再看大家 现在 会不会痛 有没有 这个摔断的时候 骨折西医是用石膏嘛 那我认为是不必要 你只要不再去碰撞它 因为它只是裂开而已 只要不要碰撞 那温敷就可以很快好 前后多久好 21天 我相信 以目前的医学骨折到好 都不痛 没有那么快的啦 我敢保证 不管是中西医 绝对不可能看到这样的案例 了解我的意思 那你看喔 如果我不知道它骨折 今天它来给我看 我又没有办法处理好 它这里又肿又痛 有没有 我碰触刚开始都很痛 但我把肘部原始点揉开 还有肩部原始点揉开之后 我再摸它的痛点 有没有痛 立即不痛 但它的肿还在不在 还在啊 那肿我就知道它有组织受损啦 对不对 那从眼睛我就看到了 就是要温敷嘛 温敷之后 不只外面的肿会消 里面的骨折会不会好 一定会好 所以即便我今天这个案例 就以原始点的 从正根状来判断 我也是可以处理好的 这样了解了吧 所以我自己也曾经有一次爬山 就一拐哇啪一声 哇结果就几乎整个腿痛到 就是走路都痛 我只休息一天隔一天又去爬山 那个真的很痛 一般骨折你们也知道 我为什么知道骨折 因为七天没有好我就知道了 这个已经伤到里面的骨头了 然后那一声又很大声 也是一个业内就可以完全恢复 一个业内啊 那这个是二十一天 所以根本西医这个有没有造 对我们而言有没有意义 从我们的治疗是无意义的 了解我的意思吧 也许你们会问 因为小孩子修复力比较强嘛 所以二十一天嘛 是不是其他人也可以这样呢 我们再来放一个老人家 也是手腕骨折的案例 给大家看一下 手腕骨折案例 缘起 2015年7月20号上午 约10点左右 87岁的母亲 站在小板凳上 颠脚间伸手取高处物品 一个重心不稳 双脚踩空 身子突然往右前方跌下 右手掌不自主的往地板上用力一撑 导致右手腕骨头断裂 扭曲变形 马上疼痛难当 整只手动弹不得 于是立刻去挂急诊 我们私底下就已决定不开刀了 医生的处理 用固定器材石膏 固定母亲下手臂到掌心和指头 这部分我们是同意的 医师也开了三天的阵痛剂 及筋骨损伤两种药 并嘱咐我们三天后回诊 但我们既没用药也没回诊 当天下午从医院回到家以后 马上以姜粉泡温开水让母亲喝下 接着以红豆袋及暖暖包 从肩甲缸以下到手臂、手指头 尽量给予覆盖 即使有一部分隔着石膏 也都密集地进行长时间温服 接着按推肩部原始点以及肘部原始点 同时也按推头部、颈部、上背部和肩甲旁内侧 大量温敷加上适度的按推 让母亲心胸舒畅疼痛明显舒缓 当天晚上得以友好的睡眠 有利于恢复好的体力和精神 第二天7月21日早上 母亲一起床 我们就帮她进行安推 仍给予红豆袋温敷 并让她喝姜汤 四两生姜 以12碗水熬4碗分两天喝 这天她的手虽然还是肿的发亮 尤其手腕和手背处 但母亲说疼痛已减轻很多 三餐饭菜尽量采取淡胃及浆胃 坚持温热性 暂时当然不能吃任何水果 并让她多走路作为运动 敢想 这个案例属于本处体伤 又是老年人骨折 修复期本来就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但从7月20日至8月9日 期间只有约三星期左右 前后比对 2015年7月20日 2015年7月22日 2015年8月9日 母亲的手从一开始的疼痛 肿胀动弹不得 到可以掩佛珠吃饭洗澡 将近90岁的老人 修复力这么强 实在令人惊讶 这个多久好 也是21天 也许是一个臭小 但是天数都差不多 那这个都不是单一个案 而且修复力 如果以年轻 我相信轻炎也不可能那么快 而且如果你照西医的检查 真的从骨折下手 我认为也很难飞 因为它不可能把你 他处体伤也顺便怎么样 把它揉开 所以可能即便骨折好了 你都有可能痛 再来看下一个就是这种情况 那骨头断多久了 大概两个月了 断 它还在痛吗 对 你把它拆开好不好 两个月不要包了 你现在痛哪里 你悬看看 现在这样痛不痛 会喔 好 那来 你站这一边 我站这一边 让人插腰 这样可以吗 这样还可以 好 那就这样 这里痛不痛 还可以 这里呢 这里就痛了 这里呢 这里超痛的 这里呢 这里喔 你伤在这里 结果包嫩 这里痛不痛 好 这里还好 那就是这里最痛 好 那我们就把这里继续 好 这样已经揉好了 快不快 快 快啊 这个一分钟内没有做好 我也觉得 对不起各位 好 这样 来 你再悬掌看看 诶 怎么样 很松了喔 对呀 你并不在这里 你看他干嘛 干嘛包这里 包得那么好看 不要再带咬 知道喔 这个患者是这样 他也是骨折 然后就开始听西医讲 都固定 也用石膏 结果两个月后 还是没有好 西医跟他讲 因为骨折没有接好 所以还要再开刀一次 是这样才来基金会 他妈妈叫他过来 然后叫我帮他处理 我就立即处理给他看 我说这个绝对不是因为骨折引起的 骨折本身不会痛 有没有 因为我都做给大家看 骨折是壮的组织受损 壮不可能生症的啦 但我们一般的观念都说怎么样 骨折会生出一个痛来 有没有 那所以这个患者我是十足有信心 帮他这样一揉揉 他立刻就松啦 那西医师要重新开刀 我问各位 他痛这个开关没有揉开 他如果再开刀会不会好 不可能 即便开了稍微好 但是一段时间一定又痛回来 那这种是无意义的处理 所以你看到造出来的骨折 西医就把它跟正合在一起讲 事实上根本两者是不相同的 根本没有因果关系 我一路上就是在讲这个 好 那这个都做给你们看 我们从他处就解决了 然后再来壮的组织受损 内外热炎也自我修复了 那如果以西医呢 包括脑浴血也是这样处理的喔 那西医呢 西医是直接从患处就下手 这个不可以的啊 所以会伤到 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难怪这么久也不会好 我说两个月 你看这个两个月 如果前两个案例都多久会好 21天耶 而且这个是年轻人啊 我这样讲 我知道你们 还不可能这样完全就相信 我们继续放 因为这个是一个重大的议题 我们来看气凶的案例 气凶案例 我平时习惯喝冷饮 也多年抽烟的习惯 经常熬夜 于2017 5月21的时候 5点20早上 起床后发觉右胸 怪怪的 有点压迫感 呼吸不顺上 但想说过一下子没关系 就照常生活 到了2017 5月22号的时候 早上七点多 同样的症状 但多加了咳嗽 感到不舒服 想说应该没关系 到了中午才去看医生 到2点的时候 医生诊断为气凶 区域马上开刀 我爸来过原始点 听过讲座 甚至气凶是不会产生症状 而是因为体寒体伤所造成的 他就马上 点落 基金会的志工们 如何处理 于下午5点的时候 我们办出院 6点的时候到基金会 由志工紧急处理 先帮我 魂服喝姜茶 再进行按推 按推时 感觉非常痛的地方 是上背部跟肩部 经处理后 觉得右胸 就没有那么的 那种挤压的感觉 呼吸也慢慢的顺畅 做完这些后 回家后 也持续用了暖包 温服 也喝姜汤 喝姜汤 然后它的做法为 一斤生姜 加1500cc的水 熬制变500cc 再加上 人生5000 2017年5月22日 X光片 与左肺相比 右肺明显回缩 2017年6月5日 X光片 14天后 又肺大小 由明显恢复 当时患者 他已经打完麻醉剂了 已经准备要开刀 这个手术可不是开玩笑的 那他爸爸一听到很坚定的 叫他出来 所以有上课跟没上课 差很多 是吧 那你们也看到结果了 如果这一个患者 他已经胸闷呼吸困难 甚至有挤压感 照他的症状 甚至还有咳嗽 这些症状 如果今天没有去医院检查 直接就到基金会 基金会 不知道他气胸 这个病名 然后就这样处理 有没有办法处理好 有没有 很显然有嘛 他们的诊断跟我们的处理 有没有关系 一点关系也没有嘛 他这里呼吸困难咳嗽 我们本来就是揉上背部嘛 不是因为看到X光片 我们才揉上背部的啊 完全不需要的啊 然后揉完 一定会给他温敷嘛 对不对 这个一定会做的 而且当时他打麻醉剂 麻醉剂是寒的耶 身体更加寒耶 反而温敷时间会拉长耶 那如果你开完刀 他体伤没有揉开 以后还是会闷啊 也许你们会说 也许开了就会啊 不一定啊 我们再来看 下一个气胸的案例 气胸案例 我的气胸是有开刀 然后开好会比较舒服 但是也是慢慢的 前面都很喘 有时候要痰嘛很多 呼吸有时候会很困难 胸部就是喘不过气这样 好几年了 现在开刀是因为 刚开始是前面都不舒服 然后慢慢发现是气胸开刀 一百年五年 炎夜开刀到现在 你经过我们的四座处理之后呢 你现在身体的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有舒畅很多 呼吸也比较舒畅 肩膀不会很硬 以前肩膀都好像很硬 都不舒服 会这样啪啪啪啪 其实它有叙述 开完刀虽然有比较舒服 但后来是怎么样 慢慢又闷起来 那我们这样处理 也不用再开刀 我们直接这样处理 其实很快它就感觉舒服了 而且它的肩颈酸痛 我照原始点把开关找出来揉 然后再温敷 也可以解决啊 所以如果第二个患者 不要开刀 以原始点有没有办法处理 有嘛 这而且根本不用开刀 开刀反而人更虚啦 以后复原更久啦 这些检查跟 判断健康与否的诊断 以及重因解除症状的治疗无关 你看 检查的跟诊断与治疗无关 这个能不能算医疗 不能 它也不能反应体伤跟热能不足 所以跟重因解症当然治疗是无关 难怪它检查出来 在处理的时候患者有时候病也不会好 为什么脑中风开完刀 它会更加严重 为什么手骨骨折它要那么久而不会好 你们现在也看到真相 原来一个月内 你处理得到都可以好 它两个月还没有好 还再要开刀一次 因为它之间 这个病跟诊断是无关的 骨折也是一样 气胸也是一样 所以我是用不同的案例来 把这一段解释清楚 那你们就知道 我说的一点都不夸张 原来这些检测的 跟治疗有没有关 无关 即便这个异常 已经有组织受损 有没有关系 跟我们的治疗有没有关 也无关 因为它会自我怎么样 修复嘛 那这样说来 这些检查 对原始点而言 是多疑的还是有用的 完全多疑的 一点都不夸张 所以很多人说 哎呀那原始点做好了 要不要再去照 根本不需要照 因为从一开始就不需要照 治疗好患者也感受出来 更不需要照 那就证明一点 你们平常去照的那个健康衣服 是不是真的健康 没有啊不需要 那是在检测 因为它跟正乙状无关 那就是在检测 你们老化的速度而已啊 原来你们是检查这一项 老化要治疗吗 当然不需要 很明显 我这样放下来 你们真的懂了吗 懂得举手我看一下 好像比较少 中午比较多人举手 还是有关系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段